7.2 我倒雄 欸?夢? 啊這位就是誰? 剛剛的一切都是夢嗎? 不過我的記憶恢復了 欸? 哎呦,這人長得好噁心喔 欸?喔呦,醒來了,打擾 欸?你是,結我? 結我?喔,這麼多年了沒想到你還記得我 這麼多年? 是啊,你和翡翠兩個人,我祖祖已經快六七年沒見到了 六七年? 不會吧,你該不會把綠之旅團的事給忘光了 喔,原來雅修之前是綠之旅團的人,然後後面失去了記憶 之後遇到了卡琳,然後就發展成後面劇情了 雖然說當時你只是單純的幫手,不過也都虧你的福 我與翡翠才能打倒精靈巨獸的 雅修 沒事沒事,他只是做噩夢而已,我發現你們養人石 所以...呃...所以除了被動魂之外,身體倒是沒什麼外傷,應該不會有什麼事的 放心,這樣烤烤火,傷一下子就會好啊 不過為什麼翡翠的妹妹會和你一起暈死在冰原裡頭呢? 欸? 嗯 愛弗...欸? 愛弗龍公爵的傷真的已經沒什麼大礙了嗎? 我還真的是鐵甲面耶 他就是那個什麼愛弗龍的鐵甲面公爵 還是愛弗龍的鐵甲面公爵 就是他 呃... 還真的...都...還真的戴面具 當然了,多虧...多虧希爾迪的照顧 現在的我感覺比以前還要健然了 針灸本來就是刺激人體活力的效用 我不過就只是盡我的一個醫師的本分罷了 他的針灸嗎? 哈哈,有著驚人藝術的年輕...年輕醫者還能... 如此自謙,沙迪克殿下來真是有福氣 能有如此優秀的知己來勝任君是一職 十...十四彈丁之福 他們為什麼好像要講文言文耶 這樣子我唸劇情唸得很痛苦耶 愛弗龍公爵真是過獎了 不過就只是年輕時節下的孽緣罷了 對了,這次請公爵來到這 其實是有幾件重要的事想與您商量商量 是有關愛弗龍領地中立都市不業之城的事嗎? 公爵真是明察就是這件事 如果說你們言然是要利用水藍來侵略伊甸王都 不業都我可以允許你們停靠 真是答應的爽快 但不瞞公爵林說我們想問的真不是這事 嗯?我們想說希望你愛弗龍公爵... 愛弗龍領在必要的時候出兵幫助我們 必要的時候是指...指的是... 這裡有很多種可能 因為這必要時候的正確時間 其實就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 既然如此為幼兒何必提這事呢? 我們只是希望能得到公爵林的背書如此罷了 因為我們清楚公爵是絕不會實演的正人君子 他長得像正人君子嗎? 你們從王國軍手上救了我 理因我該全力支持你們 但我擔心自己也一句話將會影響整個領民的未來 這麼糊塗的說明... 呃...這麼模糊的說明 因為我無法接...恕我無法接受 之所以無法告知正確的時間 除了我們盡可能不想這麼做滋味 呃...還必...必取... 必...必...必取取決於彈丁的神皇是否使用 彈丁的神皇是指神皇炮嗎? 呃...就好像是第一集...就是那個炮吧? 就是在...反叛君的那個炮吧? 是的... 這是泰國遺產 我們已經研究出使用的方法 唯獨驅動它... 驅動它發出真正力量的關鍵物 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它生產於哪裡 所以...咳... 噢...好乾喔... 所以在未尋得...呃... 在還未尋得那關鍵物之前 沒有時辰的把握的我們 根本無法在必要的時候做出必要的事 泰國遺產神皇炮 你們所說的關鍵物指的是以魂移技術嗎? 在正確點應該是... 應該是指魂移技術的最高結晶魂移之時 咳...怎麼那麼快啊? 假如神皇炮能搭配無盡人員的魂移之時 我們就能... 就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發動於倫王國的決戰 果然想... 果然想與王國軍進行決戰嗎? 東方大陸... 東方大陸的動亂已聘 在四將軍之一的雷神索...索羅... 咳... 雷神索羅... OK...回到伊甸城之... 回到伊甸城後 他一定會發動... 策動反擊炎藍的計畫 並逼述我們之決戰 其實我比起戰爭我還比較善於談判 所以我才無法告知您必要的時刻 到底是指的是什麼時候 因為就連我們自己也不想主動發動決戰的愛富翁公爵 你們對我有恩 但就算我答應的話 呃... 克拉肯商會的希爾法 也不至於這麼聽話啊 到底是誰啊?希爾法 喔...希爾法 公爵的...公爵指的是不業都的那個商會富豪嗎? 不瞞你說我愛富翁領... 確實擁有足以反叛國王軍的兵力 呃...這位愛富翁公爵他不是跟反叛軍一伙的 可是他算是有個自己的領土的一個... 類似地方軍啊 不過這些本來就有海賊和山賊組成的大軍 畢竟還是...還是只聽從希爾法的命令 就類似一種地方軍之類的 也就是說...只要我們說服那個叫希爾法的人 公爵您就肯答應我們的請求了 嗯...畢竟我也不同意輝皇王的獨裁...喔... 所以倫王國的...倫王國的那個... 算是獨裁就對了 畢竟我也不同意輝皇王的獨裁作風 而在政治理念上 你們也可以...也可以算得上是我的朋友 哦...天啊...火龍好乾喔... 只是實踐理想不同... 只是實踐理想的方法不同罷了 對了...公爵閣下是否曾經見過這類奇特的建築 欸?又怎麼了? 哇靠...怎麼跳那麼快啊? 以公爵年輕時...曾征服七海的冒險 世紀推斷這奇妙的建築 公爵也許能清楚他的出處為何吧? 為何吧? 這是... 以建築風格來說是南洋系的建築肯定沒錯 不過我倒從...我倒真從未見過這類的遺跡 也許會是在南方...南方塔塔... 我還塔塔將耶...塔塔墓里 在南方塔塔墓里斯島上的陰靈殿遺跡吧? 陰靈殿... 噢...天啊...終於...終於結束了 噢...噢...天啊... 是這樣的啊... 喔...還有喔...還有劇情喔 原來你這小子失去了記憶 對了...裡頭的女孩醒來後可以不要提起我...你我認識的事嗎? 律服為什麼? 突然恢復了記憶對我來說這些事就像左路才發生一般 我的心情真的很複雜 啊...因為我似乎真的選擇自己到底是過去的納魯還是現在的雅修 欸...我來了 啊...是結弱大叔 嗯...什麼大叔啊...我才不過大女姐姐幾歲...叫我什麼大叔 我記得這個結弱好像算是幾歲了吧...應該算大叔了 真的是結弱大叔耶 欸...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立服會在這兒 雅修...雅修呢? 雅修他沒事吧? 雅修他沒事吧? What the... 欸? 欸...不是很適合欸 欸...怎麼了? 笨蛋!誰叫你沒事疊下企鵝喘的? 蛤?來了 你知道當時的女兒讓我有多緊張嗎? 你就彷彿獅神般的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嗎? 嗯...對不起 讓你擔心啊 喔...沒事啊 OK...既然風雪已經面前變小了 再加上你們兩個人都沒什麼大礙 我就送你們回聖靈...聖靈都市吧 大叔要穿越冰原回到...回到聖靈都市 大叔...咳... 這其實離聖靈都市不算太遠 徒步前往絕對不會有什麼問題 只是...也許會被冰原的守門人給稍稍... 稍稍騷擾就是了 難道捷入大叔是... 智羽翁 聰明不愧是翡翠的妹妹 唯一會威脅到我們的的確就是 這冰原上僅有的巨型生物... 智羽翁 智羽翁 欸? 它是僅存在於北冰原的魔法生物 通常都是由軟...呃...軟體... 軟體物質費底卡與硬體生物牙獸的相互融合而成 因為外型酷似傳說中的龍故有智羽翁的生物 喔...天啊...好人耶喔 欸...有兩種不同種類的魔物所融合的生物嗎? 嗯...而且就因為想擊倒他們 不是...呃...不是件容易的事 所以他們自然也成為一些想鍛鍊自己的冒險家最愛挑戰的對象喔 等一下...印象中最愛休閒的捷入大叔 之所以會在...會在北方冰原旅行 該不會就是想找智羽翁來挑戰挑戰吧? 喔...你這女...你這女孩的腦筋還真不錯 這麼簡單就讓你給猜到了 嗯...沒錯...因為唯有智羽翁這種對手 才能不斷提升自己的實力 好了...這些呆...會...呃...有時間再聊 要不要走了啊? 不過利福既然是女團的一員 這件挑戰當然難不倒我 走吧 OK...這邊有存檔點嗎? 喔...天啊...馬上遇到了 哇塞...雪人欸 喔唷...歐買...歐買嘎 欸...看一下...呃...特技 真安彈...雪安 喔...欸...這麼...這麼輕鬆就打死了喔? 特技...撤甲彈...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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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撤了這破魔彈 欸...不會痛欸...還好啊...不會痛啊 特技...爆甲級...揪你啊 哇塞...捷獲得... 特技...撤甲彈...在哪裡...撤甲彈... 喔耶... 今天值1450 怎麼那麼少啊? OK...在這邊存檔一下... 呃... 呃...存這個好了 OK...那我...我要休息一下 我紅色真的很乾 捏了太多劇情了 OK...那我們這次的實況先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 欸...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個喜歡 那想追蹤這系列評... 最...想追蹤這系列的影片就... 訂閱我頻道吧 那...也請分享給你們的親朋好友們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喔掰掰 掰掰